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听我讲解Motion5基础动效的课程 好上节课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上节课我们学会了素材的导入 看到了我们学会了导入图片导入视频 导入PSD分层文件和序列帧图片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将要来学习抠像滤镜 抠像滤镜是在资源库下边的 那么资源库除了抠像滤镜还有其他很多的滤镜 在这节课我主要为大家讲解的将是一个抠像滤镜的使用 另外也会为大家扩充一下其他的知识点 包括滤镜到底如何使用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抠像滤镜到底能做什么 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 好看到这段影片就是一个绿背直接被抠到了一个白背的过程 那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抠像滤镜 那这个效果呢在我们拍摄需要拍摄绿背抠像的时候是非常的有用的 我们现在来到Motion5软件之中 在画面的左上方就是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节课要讲的资源库 我们先来看资源库里边都有什么 它有行为滤镜发声器等等等等一些效果 那这节课我主要为大家讲解的是滤镜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滤镜里边都有什么呢 滤镜主要是能够为影片添加一些特殊的效果 这里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全部滤镜都有什么 边框 风格化 光晕 抠像 模糊 拼贴 湿针 时间 视频 等等等等一些的滤镜效果 好 我们现在先随便来选择一个滤镜 看一下滤镜都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选择色彩矫正里边 色阶 那我们先来建立一个正方形 好 我们现在把色阶滤镜拖拽到正方形之上 我们来到检查器 在检查器中我们看到滤镜已经可以被编辑了 我们可以在检查器编辑滤镜的一些效果 我们现在需要把正方形改变一个原颜色 改变成一个眉红色 我们再对滤镜进行编辑 然后看到色阶 色阶其实就很像PS中的色阶 其实道理和原理都是一样的 色阶可以控制巨型的颜色的深浅变化 同时 它可以有RGB或者是单色通道的分别调节 好 我们把这个滤镜删掉 上面我们已经对滤镜库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也演示了一下色阶滤镜是如何使用的 那其他的滤镜和色阶运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直接把滤镜拖拽到影片之上就可以对滤镜进行编辑了 好 上边就是滤镜的使用方法 那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讲解一个比较特殊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滤镜 那这个滤镜就是抠像滤镜 好 我们下面就要来为大家讲解抠像滤镜是如何操作和使用的 我们先要建立一个绿背的影片 那我们先来到Pinote 我们自己先制作一个绿色背景的带小人的影片 为什么要使用绿颜色呢 因为抠像的话通常被抠的主体就是一个人物 那么我们的皮肤是红色黄色居多 那红色黄色的对比色就是绿色或者是蓝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建立一个绿色或者蓝色的背景 那我选择的是绿色 好 然后我们再要建立一个小人出来 我建立一个比较简单的小人作为一个示意 好 Keynote的使用我就不为大家介绍太多了 Keynote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制作简单动画规律都运动效果的软件 大家在课下可以进行多多的尝试多多的练习 这里我就不介绍Keynote是如何操作的 如果大家有需求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也非常愿意为大家讲解更多的动画知识 包括使用Keynote制作一些简单的动画 好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小人 我现在要把小人改变成一个人物皮肤的颜色 换一个颜色 换成橘色 好 这里我选择了使用被绿色的背景和一个橘色的人物主体 我们现在直接输出一段影片 然后把影片导入到Motion5之中 好 现在我已经把影片导入到了Motion5之中 大家看上面的这个图层就是我的影片 下边的这个巨型是我刚才建立的一个橘色的桃红色的巨型 现在我想让这个巨型撑满画面 好 现在来看画面上方是一个绿背的想要被抠像的涂层影片 下边它的涂层下边是一个桃红色的巨型 下边我们将要为这个影片建立一个抠像滤镜 好 我们来到资源库滤镜 滤镜下边的抠像 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抠像器滤镜 这个滤镜就是我们常用的抠像滤镜 在画面上方也能够看到它的预览效果 并且在工具栏中 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为影片添加抠像滤镜的 我们选择抠像滤镜 好 我们直接选择抠像滤镜 就已经看到绿色的背景被抠除掉了 对吧 这个效果真的还是非常的简单和实用的 好 我们来到检查器 在滤镜下边我们已经看到有抠像器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来看显示 它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正常 第二种只显示剪影效果 第三种就是显示原始状态 这三个就是我们的显示效果 选择第一个 我们放大来看 在人物的边缘我们能够看到还是有一点点的绿颜色 对吧 这就说明我们的边缘没有抠除干净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抠像器中有精炼抠像 在这里有样本颜色和边缘 我们选择边缘 在监察器里边我们拖拽一根线条出来 然后改变显示效果 显示遮罩 好 我们现在可以编辑这根线的中间的一个锚点 这个锚点就是决定我们抠像范围的锚点 我们可以向里收收的时候 那么人物就被多抠除了一些部分 它就变成了一个半透明色 越往边缘走 它会变得越实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回到复合模式来再看一下 放大看一眼 同样拖拽这根线 我们可以编辑抠像边缘 另外我们再来看 在边缘的旁边是样本颜色 样本颜色同样是用来调整抠像边缘的工具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我们抠掉的颜色是绿色 如果我们想改变被抠掉的颜色应该怎么办呢 是在这里 颜色选择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被抠掉颜色的色度 如果你想抠掉蓝颜色或者抠掉粉颜色或是红颜色 都可以在这个色盘上进行编辑或者是进行选区 我们就可以修改我们想要抠掉的颜色了 好 这一节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抠像滤镜的使用 也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便捷 另外 在Motion 5的资源库中 在它的滤镜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种的效果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下多多的练习 多多的尝试 对每一个滤镜都有相应的认识 好 这节课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